花蓮縣生命線協會舉辦的 為媽媽唱首歌慈善音樂會今年辦入第八年 除了透過音樂傳達對母親的感恩 這次還向全國各分會發起募款活動 募得超過80萬元要捐給花蓮的地震受災戶 理事長江躍成表示 如果民眾在地震之後感到心理情緒不穩定 也請拨打1995專線 讓生命線志工陪伴大家度過困難的時刻 花蓮縣生命線協會舉辦的為媽媽唱首歌慈善音樂會 今年邁入第八年 除了透過音樂傳達對母親的感恩 這次還向全國各分會發起募款活動 募得超過80萬元要捐給花蓮的地震受災戶 我們生命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貴人 我們的母親想在這一天母親節前夕 我們來為媽媽唱一首歌 述出我們內心的感謝 那今年的情況又有點特別 正逢04-03和04-23兩次嚴重的震災 我們只是把這個音樂會 又加了另外一個新的意義 就是我們有一個震災募款的慈善音樂會 那在這之前我們就向生命線總會 然後各縣的生命線協會募款 到現在已經超過80萬 我們希望能夠為花蓮這塊土地 為花蓮這塊土地上的母親所有的民眾做一些事情 理事長江岳成表示 如果民眾在地震過後感到心理情緒不穩定 也請撥打1995專線 讓生命線志工陪伴大家度過困難的時刻 1995我們隨時會陪伴你 如果有任何需求 1995可以解決你身體心靈上的任何需求 這次音樂會邀請許多優秀團體 帶來一連串的精彩演出 除了表演之外 還表揚20位模範母親 表達對母親的敬意與祝福 理事長江岳成表示 這場音樂會不僅凝聚社會力量 展現志工無私奉獻精神 也展現了生命線協會的核心價值 戒律會健安商報導